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react中ref的使用 ref实际上是reference的简写,它是一个引用 在react中我们使用ref来操作dom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ref如何被正确的使用 我们打开之前写的to-do list 好,我们刷新一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显示test render 我们找到代码 往下翻一下to-do list 之前的课程呢,我在这里加了一个组件叫做test组件 那么现在呢,我可以把它先删除掉 顶部的这个test组件也删除掉 然后我把test这个组件的文件也删除掉 关闭一下 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这个时候再输入内容 它下面就不会出render了 没问题 当我点提交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它会报一个警告 那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打开之前我们写的to-do item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我写content的时候 实际上代码有错误 我们说content它可以是number,也可以是stream 但是arrayoff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指的是content它应该是一个书组 书组的组成内容可以是number或者stream 这样写很显然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在这块,其实我们不应该使用arrayoff 我们应该使用oneofftype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content的类型是以下类型中的一个 要么是number,要么是stream 好,把arrayoff改成oneofftype就可以了 我们保存一下 再回到网页上 刷新 好,它说呢 oneofftype expect an array 这里呢,其实 你给oneofftype传递参数的时候 要传一个数组 这样写才OK 再回到页面,我们刷新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我数一个a,数一个b 都能正确地显示 行,那么接着我们继续往下讲 reft的使用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 我们找到to-do list 在to-do list里面有一个 handle input change事件 也就是什么呢 当input框里的值发生变化的时候 这里的代码就会被执行 我们在干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呢,在拿到这个 input框的value值之后呢 把它用sense data去修改 这个input value里的值 好 其实一点target 大家来看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回到页面 刷新 在这里我们随便输入内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dom元素节点 在react里面 你可以用一点target 获取到一个事件对应的这个元素 它对应的这个dom节点 那么你也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 来获取到元素对应的dom 这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ref 我们来看 在input框上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ref的参数 在react16的新的语法之中呢 ref这个参数应该等于一个函数 箭头函数 在这里面 这个箭头函数会自动的接收到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名字你可以随便起 比如说起成input都是ok的 那么接着 我们可以写this.input等于input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构建了一个ref引用 那么这个引用叫什么呢 这个引用呢 叫做this.input 它指向谁呢 它指向这个input对应的dom节点 所以呢 当你这么去写的时候 this.input指向的是谁 指向的就是你当前的这个input框的dom 于是我们下面的代码就可以这么去写了 你有一个handle input change方法 之前我们通过e.target去获取dom元素 那么现在e.target 我们完全可以使用什么来替换呢 使用this.input来替换 大家琢磨一下 this.input指向的是谁 我们往上去翻 大家可以看到 this.input指向的是这个input 而这个input恰好就是谁 就是这个input标签对应的实际的dom元素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this.input value 用它来替换以前的e.target了 保存一下我们看 现在代码是否好用 刷新 我们说abc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呢 这块我们就用到了ref 来直接去使用页面上的dom元素 但是实际上 我是不推荐大家用这个ref的 react之中呢 建议我们数据驱动的形式 来编写我们的代码 尽量不要直接操作dom 如果用ref呢 有的时候大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的页面上呢 有一个button按钮 当你点击这个button按钮的时候 会执行handlebuttonclick这个方法 咱们一起来看 handlebuttonclick的时候 它会干一件什么事情呢 实际上 它会把input框的内容清空 然后呢 向list里面增加一条数据 好 这个时候呢 当setstate运行完成之后 或者说当setstate这行语句执行完了之后呢 我希望获取到页面上的一个 list之中的dom节点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我们可以在ul上面加一个ref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箭头函数 它呢会接收到一个内容 比如说它可以接收到ul 那么我可以写this.ul等于ul 这样的话 ul被创建的时候 this.ul指向的是谁 指向的就是这个ul 对应的这个真实的dom节点了 那么我们来看啊 当你点击button的时候 我们呢 可以在这儿console.log一下 this.ul 保存 咱们来试验一下 回到页面上 刷新啊 abc.t交 大家可以看到 ul可以被正确的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这么去操作 然后我们这么去操作 怎么操作呢 我们在ul里面去使用 query selector all 这个方法 这是一个原生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方法 它可以获取ul下的一些内容 我们要获取ul下的什么内容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页面 大家来看啊 我的ul下面会有很多的div标签 每一个内容都会放到一个div标签里面 那么 我呢 要干这样一件事 我要把ul下面的div的长度打印出来 保存 正常来说 大家想啊 当我第一次点击button的时候 像这个数据里面增加了一项 那么这个时候ul里面就会有一个这个todoitem 于是我从ul里面去取div能取到几个 应该能取到一个对吧 可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保存一下回到页面上 刷新 我们在控制台里来看 当我数一个abc点提交的时候 哎 ul里面div的长度是零啊 现在明显页面上有一个内容 但它的长度却是零 我再增加一个efg提交 哎 这个时候呢 页面上的长度是1 它并不是2 那我继续 ee提交 大家可以看到 你获取的这个div的长度 总是比实际的长度少一个 来看一下我代码写错了吗 并没有写错呀 哎 我set state每次都往里加一个 加完了之后呢 我再去获取页面上这个div的长度 但是为什么每次都会少一个呢 好 这点 是react之中 很多初学者经常会犯的一个问题 因为初学者呢 适应不过来react中 面向数据编程这种思想 总是想操作dome 但是呢 只要一操作dome 就会发现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好像是我们已经更新了数据 但是呢 数据更新完成之后 我们再去获取dome的时候 页面上这个dome的内容 获取的并不正确 其实之前呢 这个知识点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说set state 是一个同步函数 还是一个异步函数 它是一个异步函数 也就是当你在这里 调用handle button click的时候 set state 其实它的内容并不会立即的执行 它等一会儿才会执行 所以真正在代码的运行过程之中呢 console.log 它有可能 或者说它其实是在set state 底层运行之前去运行的 因为set state是一个异步函数 它不会立即的被执行 好了 有的时候呢 如果set state 它就是个异步函数 那我就没办法正确的输出 这个数据变更之后 页面的dom情况了 那显然不太合理啊 一旦你希望set state 执行成功之后 页面更新之后 再去获取页面上的dom 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呢 你不应该把这句话 放在它的下面去执行 set state提供给了我们一个 第二个参数 也是一个函数 好 第二个参数 这个函数 什么时候会被执行呢 set state是异步的 当它这个方法 异步的被完全的执行好了之后呢 它的第二个函数实际上是一个回调函数 会被执行 所以呢 你把concler.log写在这里的话 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 大家来看一下啊 保存 我回到一面 我输abc.t交 大家看 输出的结果 uil里面对应的div的数量 是不是一个啊 我再加一个 是不是两个呀 就不存在刚才我们说的问题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你把这个concler.log写在了哪里 写在了set state的第二个函数里面 这个函数什么时候会被执行啊 set state的一步的执行完成之后 这个函数才会被执行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 当这个函数执行的时候 页面其实已经被完整的更新完了 那你获取到这个时候 页面上的dom结果绝对是不会错的 好了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关于ref的讲解就完成了 大家应该知道ref是干什么用的 ref是帮助我们在react里面 直接获取dom元素的时候 来使用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尽量不要去用ref 但有的时候 我们在做一些极其复杂的业务 比如说一些动画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 还是要用到页面上的一些dom标签 那怎么用 我们就用ref来获取这个dom 那记得 有的时候ref和set state合用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坑 dom的获取呢 并不及时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set state是一步的 如果你希望页面更新之后 再去获取dom 一定记得 你要把获取dom的语法 放在哪里呢 放在set state的 第二个参数的这个函数里面 它是一个回调函数 好了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那大家呢 一定要记得 回去一面看课程 别忘了再去过一下 官方的文档 那今天我们讲了ref 你就可以到官方的文档上 再详细的查阅一下 ref相关的内容 大家加油 我 我可以到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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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到达了